接下来我觉得我先是回家 然后想主要是特别想我的儿子 因为他才两岁半 然后呢因为在这备战四年 我也只是见了他两面 那么小的孩子 然后离开这个妈妈 然后他每天只能是通过这个视频和监控 然后来看我 也只是认识我的声音 当我中途应该是去年的六月份吧 我回去一趟 然后本来行则想抱抱他 然后他也知道我要回去 但是对于我真正的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 他是把我忘记的 奔着他爸爸去的 然后当时我哭的真是 也是感觉就是 哎呀就是没有在他 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 没有在他身边嘛 然后也是在这里呢 也确实是都是我父母 就是为支持我和我爱人 他们支持我 然后让我在前方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然后他们在家里照顾家里人 包括我爱人照顾老人 照顾孩子 然后他也是其实工作很忙 在一大二院 哈尔滨一大二院工作 经常就是经常也是加班 然后单位也事也多 是我们繁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